2000年以来,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执政都曾经承诺台湾要加入大多数以废除死刑国家的行列逐步朝FACE的目标迈进 2009年,马政府通过《两公约施刑法》让公民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成为国内法,废除死刑成为终极目标 但台湾民众对此反应如何? 尽管民调显示台湾大众反对废除死刑,但这并未彰显民意全貌 在2014年进行的独立学术研究勾勒出更多细节 调查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仍想要维持死刑 但只有不到半数的民众强烈支持维持死刑 许多受访者面临真实的犯罪情境时,并不认同求除死刑有合理性 案例一,某男面对分手,怒火中烧,杀害女友 案例二,失业男子闯空门,屋主回家撞见,扭打之中丧命 即使针对民众高度支持判死的案件 案例三,随机杀害十岁女童 若让受访者知道加害者的精障病史,支持求除死刑的比例,也会跟着奏降 案例三,随机杀害十岁女童,加害者为精障,持续就医治疗 该项调查也显示台湾的执行死刑情况令人担忧 五成四,受访民众对死刑执行的公平性不惧信心 七成八的受访者认为,有钱人和穷人如果犯下同样罪行,后者较可能被判死刑 该项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死刑的态度会随着各种情境条件而转变 台湾大众认知到死刑是有缺陷的 许多人并不认同死刑目前的执行方式 有这项调查可知,如果有足够透明公开的资讯,并提出替代方案 台湾民众将会对废除死刑,保持较为开放的态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